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導全世界 我們今天非常難得邀請到的是 永齡基金會的執行長 也是鴻海教育基金會的董事 劉宥彤小姐 宥彤你好 宥彤大哥好 不過我現在已經不是鴻海的 教育基金會董事 因為現在在郭台銘先辭去鴻海董事長以後 那我們就徹底就是要尊重公事治理 所以等於永齡體系就跟鴻海體系 有做了一些區隔 所以必須要內閣總辭 這個我們大概在公司治理上 是比較尊重這個你知道嗎 管理的制度 那也是表面上的嗎 沒這樣沒這樣 真是人現在有新的執行長 你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東元嗎 這個父子情仇 阿嬤說 說他雖然已經退了董事長 但是還操控這個公司 阿嬤很厲害 我覺得1030歲 真的 我看到以後我就心裡想說 我也要吃這麼老 還可以拿出來說 我還操控什麼東西 好厲害喔 真的真的 好這個我們今天邀請劉宥彤小姐 劉宥彤小姐她出了一本新書 叫做人生賽道 那這個賽道就是要勇敢的嘗試 也要勇敢的放棄 人要勇敢嘗試沒有問題 要勇敢放棄的不容易 那每個人都有人生的賽道 那這個劉小姐她最主要我是覺得就是說 因為郭台銘先生她事業很大 超級大 我看她有現在營業已經有5.35兆 那這個她是一位企業界的英雄 那也是經營之神 那所以這個你被她找上去當勇林基金會的執行長 以前是鴻海基金會的董事 那必然也有你獨到的地方 還有你觀察郭台銘先生的地方 可不可以先請教你 你跟郭先生她是怎麼結緣的 就是在朋友的餐會上認識 那那時候因為整個餐會大家都拿那個iPhone手機 只有我一個人拿諾基亞當時有一支智慧型手機 那他就會覺得我那時候也不曉得 是後來他跟我講的 他就說印象深刻 因為他覺得很奇怪 那個時代稍微看起來潮流人士 就是iPhone 因為雖然iPhone還沒有到一個很普遍 但是就是比較在一個潮流圈會覺得 應該都是拿iPhone 尤其跟郭台銘吃飯 怎麼可以不站在潮流的 科技潮流的頂端 但是不是那時候 Nokia其實才是他最大的客戶 因為那時候iPhone還算是比較小眾的產品 對 那所以他就會把我的手機拿來說 這個有多難做啊 你看這個機構建啊 我那時候對他的印象就覺得說 他很大的老闆 連做一支手機這些 怎麼那個開模 怎麼做 他怎麼那麼清楚 這樣就表示他勢必公親 那那時候覺得說他其實還蠻和蔼可親的 然後因為大家有帶小孩什麼的 他就會一直發表 發表到很晚了 我們看小孩都很累了 就會大家想說 那個董事長你有沒有累啊 要不要回去休息啊 因為我們其實是想要帶小孩回去休息 他就說我不累我還好 他就分享很多包括一些救狗的事情 其實是這樣子結緣的啦 那後來因為他就原來發現說 諾加 Nokia是我的客戶 所以他就印象深刻覺得說 我就是做手機這類客戶的人 那後來因為諾加的這個時代不在嘛 那我就又我們又接了三星啊 所以我就一直在做這類的客人 那他那時候也 一直在做 你在做這類的客人 就是我那時候還在澳美公關 澳美公關 所以我就 然後當時因為開始鴻海 可能也想要涉獵做一些品牌啊 這方面的事情 所以他 他因為人見了很多事情也多 所以他看人大部分都是標籤式 他比如說認識鄭大哥 主持人 以後只要相關演藝圈他都找你 他的問題就是說 他也不分辨你 到底是那個圈子裡的什麼人 找你你就要去負責把它處理完 對大概是這個邏輯 所以他那時候覺得說 他品牌認識一個人啊 然後他就會有時候就打電話來 隨便問幾句這樣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過程 了解認識的 所以後來他常常請教你 也不是請教 他就會常常 可能跟別人講到什麼事情 就打電話來 那我那時候不了解 他們內部運作的狀況 常常會有點開玩笑 因為心裡想說 這麼大的老闆 找我們講這個 那時候我在寫 那三星有寫手門事件的時候 每天都有報導嘛 然後都會去問一些 台灣這些意見領袖的意見 然後我就會講說 他就說 這樣喔 三星很厲害 我說對 我每天都要調查你 因為我每天都要寫報告 他就會講說 真的我講話你可以賺錢喔 那我明天要出來講 他就 就比較是一個 其實我個人覺得認識他 對 就從那個角度的時候是覺得說 他其實是一個蠻沒有價值的人 然後也很隨和 也很雖然有點霸氣 但是就是會覺得說 不太像一般的大老闆 有一個 一個 一個開這樣子 他就是很可以跟你 老闆人在開啦 對 他就親菜要跟你說 你就覺得說 這個人也是可以來玩的感覺嗎 哈哈哈哈 但其實一開始 倒沒有什麼很特別的 是後來他才知道說 喔 我還有經營那個 一個organic的 有機的事業 所以他就印象當中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跟他後來 再有進一步 就是他 他在88豐災之後捐了永齡農場 就是捐給他高雄市政府 但是一直以來 就是他的經營很為難 那他也希望當地能夠自立嘛 所以他就 在他的腦海裡 其實沒什麼做農於木的 哈哈哈哈 所以就想到說 欸 那個有個 那個賣東西的 做品牌的 喔 那他就覺得說農場可能需要這種 對 所以他就 一開始是先希望說 我去做農場 固執那個農場 對 就是先去幫忙農場啊 去幫農產品找出路啊 那後來接了農場 大概一年多以後 他現在那個農場有多大 一開始投資金額大概三億吧 那但是我們後來這樣子 大概總共經營了 今年是第12年 那前前後後大概10億 對 就是先 因為他那時候風災之後 投入10億 投入10億 就是那時候風災之後 其實災民在那裡 還沒有任何可以產出啊 做什麼 你還是要養他們 是 那就是捐給市府 但你要知道 這大家都知道說 政府的預算是有限的 他沒有辦法說 去補貼那個農場 所以他就又委託回給基金會 那基金會要負責管理 然後負責發薪水 哈哈哈哈 所以 就是雖然說這個 或許大家會說 這個錢對郭老闆沒什麼 但是他的 那是大錢的 他的想法就是說 應該這樣子 就是應該把他 就是他承諾當地 這個是個工作機會 就不應該把他當成只是一個 好像慈善的方法 在就是圈養這樣子 所以後來 我不是給你魚啦 對就希望這樣 希望教你們會釣魚 對 所以有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理想性很高 其實這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依永林農場這種形式 在台灣其實是沒有過 所以那這個東西 其實你要來自說 有這個人有這樣的意願 然後你還要有真的 人有那個承諾去經營 然後你還要有經營 真的有獨到之處 然後才能夠真的做出一個生意 所以其實你說給魚 其實是比較相對容易的 你說交釣魚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困難 是是 那後來他就 農場經營的差不多了 他就有一天 對他就有一天把我交去說 從基金開始基金會都歸你管 那我就說 蛤不要啦 不要歸我管 我會怕 你說你會怕 我看你天不怕地不怕 你怕誰 然後還是不好 然後就講說 我想應該是基金會執行長 這個頭銜很委屈你 我都說到這個份上 你能不接嗎 我就心裡想 算了算了算了 後來就想說其實這也是好事 就是 你知道就是覺得說 如果有機會可以 幫助一些對象的話 那 他是個慈善基金會 他應該說我們有教育慈善還有醫療 醫療可能大家知道捐台大愛醫這一個 那 台大捐了多少錢 兩百多億 這麼多 而且其實 外界最近也有一些 一直在 這個我覺得台大也複雜 那外界有一些聲音 但我覺得其實 這種好事我覺得 還是應該要做一些澄清 就是當時其實台大是個公立學校 所以他如果捐現金的話 對 真的就是以公立學校就是等於捐國家的意思 他是百分之百就可以扣除在他的收入以外 說這個免稅 但是呢 因為那時候他有一個想法 就是覺得說 以公家標案的形式去採購 大部分都只能採購當下的東西 沒有辦法做一個先進的醫院 所以他就變成他成立一個健康基金會 從健康基金會再去捐設備捐東西 因為你這個採購就私人 你不需要經過那個 叫做公開公共採購法的規定這樣 那但是其實只要進基金會啊 他其實不管你捐的額度超過多少 就是扣20% 等於100塊 他本來是100塊的免稅額 就變成只剩下20塊的免稅額 而且還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他如果為這樣的話 這200多億大概又捐了 大概又有100億是多捐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就是從剛剛農場 醫院 其實有的時候他就是一個理想性很高的人 那我覺得一般來講 能夠成就一個很大規模的事業 所以跟以前做不一樣 多半都要有一種那種 他的想像跟想法是超越 大家覺得那個安全範圍的 這是比較不安全的事情 這個我是覺得 不管他有多少缺點 但是我在這個部分 因為我是很佩服的 就是我覺得說 每次想事情 我都第一次聽他講 我都會覺得說騙人 然後聽到第10次我就覺得說 有可能 那可能就會覺得說 或許很多事情就講一講 可能一兩年以後就真的成為 好像真的就發生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倒是覺得 就是他有這方面的特色 人喔 沒有人是沒有缺點的 所以 但是這個他的優點很值得學習 這樣 那因為聽說他很霸 霸 很霸 然後治軍嚴謹 因為有一個新聞是這樣 就是說他的一個 你說上飛機的事情 對對對 這個我也可以幫他講一下 子公司的執行長 那跟他這個請假了 那也上了飛機 那個機艙門關了 那硬是要把他叫下來 然後機艙門因為不能開了嘛 因為人家飛機 航空公司有航空公司的規矩嘛 所以呢 後來這個人就被他fire了 那後來打了官司 這樣 那所以從這個新聞看他就是很霸 但是其實實際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 這位先生 好就是這位謝先生 事實上呢 應該說賠了幾百億等級的概念 什麼 賠了百億啊 喔 他說你說他做生意賠了百億 然後結果呢 大概那大老闆就要知道一下說 為什麼啊 會賠這麼多 那理由是什麼 所以他事實上是已經先跟老闆約了 那天早上要開會 結果呢 他搞錯了他自己出國的時間 所以他請他助理去請假去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的確是跟他答應老闆的時間是互相衝突 所以事實上 他自己忘了 他自己忘了 而且助理 喔跟老闆約好了 但是他已經又排了出國了 也去 然後也去請假了 但是 郭董怎麼會知道誰請假的什麼時間 他只會記得誰跟他約了時間 對 所以當天早上 欸那大家約了開會 他就沒看到他出現了 所以就直接問說那人在哪裡 那 助理就 狂抠嘛 那抠了就發現說 喔原來他已經 帶小孩老婆要去日本度假 好 那我只是 也請聽眾朋友想一想 有人賠了 一個幾百億 然後 跟你來講說要來討論一下說這個 來龍去賣或者內容 就約好了時間 發現這個人去度假 我不知道 是大家心裡會是 什麼樣子的心情 所以當然我覺得 他的 問題就是說那個當下 他其實沒有控制他的脾氣 他就會覺得說 你跟我約好 然後事情又不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那你既然不出現 那這個理由他可能沒辦法接受 所以當下他就要求他回來 但是只是說那個真的 他也回不來了啦 因為他也在飛機上 所以我覺得說 但是後來他官司 郭董好像官司打輸了 因為後來這個 其實應該這麼說 後來在大家 就是要這個人 要離職 因為郭董那時候就說 你如果不回來你就離職了 你就不要再 你就不用回來這樣 那的確是這樣 那時候就上了一個 要離職的時候 就上了一個千層 那千層他就有請求 就是說 公司應該給予他什麼 叫你變回來 是不是有一點把他file的味道 有點這個 但是回來當然就辦這個手續 那辦手續的時候 就有這個千層 千層的內容 大概就有寫下一些 就是說他可能還在公司 有一些什麼樣子的 就是股票啊 鼓勵啊 這些東西 選擇權那什麼 那我 因為我個人真的看過那個東西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 郭董是一個嘴巴很硬 但是其實心腸很軟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他以前說我不要看到誰 次集團的老闆們 就會把這個人藏起來 就是不要把他看到就好 但是還是好好的 不要看到這個人不是說 把他file 當然他有可能是覺得說 要把他file 但是大家就把他藏起來 那或者是說他覺得要 誰誰誰怎樣 但最後其實他就說 趕快叫他退休 趕快叫他退休 其實退休還是給了一個很豐厚的 退休金 那一樣同樣的道理 就是那張千層上面 那張千層上面可不可以燒帶 讓我先進個廣告 我們這個現在邀請到的是 劉又彤小姐 她是永寧基金會的執行長 那麼出了新書 人生賽道勇敢是也要勇敢放棄 談到郭泰銘先生 等一下繼續請教 來先休息一下 好歡迎繼續收聽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劉又彤小姐 永寧基金會的執行長 又彤我現在才知道你是 這個政治大學 前政治大學校長劉濟宏的簽金 不是啦孫女 孫女啊 對不起 祖父祖父 對他是我的祖父 哈哈哈哈 是是是是 OK 2015年進入永寧慈善 鴻海教育基金會 那麼擔任執行長跟董事 不過這是網路上的資訊 對對對 那2019年4月擔任郭泰銘 臉書粉專的小編 然後是郭泰銘總統初選競選辦公室的發言人 你知道打開網路 這個對對第三句話是什麼 第一句話叫劉又彤 第二句話叫台灣台北市人 第三句話叫中華民國政治人物 哈哈哈哈 我其實這政治人物其實差蠻遠的我覺得 對不對 如果我的人生現在50年 那參與政治大概就兩個月 哈哈哈 那剛剛講到這個郭董把他的子公司的執行長叫下飛機 這個事情然後呢 其實後來真的 因為剛剛洪宜大哥其實主要講的是說 我們在法院敗訴 那我覺得敗訴的核心關鍵是那張虔誠 就是他在最後要跟離職的時候 跟公司談這個離職條件 對那這個條件上面其實 我覺得啦就是郭台銘 這是看得出來郭台銘先心軟的地方 就是他會覺得說好那既然你跟我走不同路 嗯 想法不同 對 那可能他就有做了一個淡書說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就要給他這份股票 對 對那但是這個事情因為後來其實 他經營這個子公司或者跟公司的討論 有很多事情還是等於說 也不能說誰的錯啦 因為經營公司總有風險嘛 但是這個就沒有非常的處理得很完善 所以當然公司可能對於他的股票或者什麼 就有一些意見 對 那真正最後其實敗訴 倒不是跟他有沒有下飛機 這是有關啦 因為你說下飛機其實最終他就是說 哎那你不要做了嘛 那公司有犯人的權利 那大家也有做不做的權利 當然 跟公司來就是討論說離職的條件 就造法制 對造法制 那我覺得這個中間一方面是看到說 喔這份簽程如果就我的看法 我覺得其實老闆可以完全不要說 你們就依法照辦就好了 這些事情該給就給 不該給也不用給 但是他又特別的覺得說 喔如果怎麼樣的話那可以給 聽說跟著郭董共事 24小時不能關機啊 其實就是核心那個人 核心人 核心人 其實我常常跟他講說 洪海是有那個打午休鐘的 就是中午還有大家會想那個 然後開始睡午覺 睡午覺 睡午覺然後睡完午覺起床 那是工廠啊 沒有就公司 因為他其實公司常辦合一嘛 所以整個的邏輯還是一個比較 有制度的地方啦 那當然跟著老闆的那一群人 要領薪水超過一億的那個 我覺得啊 現在當然現在不知道什麼狀況 因為現在他已經不是洪海的董長 但是在當年喔 那的確從洪海整個成長的過程 想想看四十幾年的公司完全沒有賠過錢 然後現在可以到台灣市值第二大 所以其實這當然回報是非常的豐厚啦 那我覺得在這麼高額的報酬之下 你說做全世界的競爭 嗯 你說你很難說好像很很舒適的躺在那邊 然後今天 對這個 應該說也不會到二十四小時 但是因為其實洪海很多時候 它是一個全球的企業 那很多公司 事實上郭先生在當時還在 比較多美國的事情的時候 很多康口也都是比較在早上 就等於說到了晚上十一點 對 才開始康口 嗯 那其實應該是說他自己就這樣 嗯 你旁邊的人其實也沒有什麼好 好 很抱怨的 因為他一個人站十八個小時啊 我們每一個人站一小段 哈哈 應該還可以 我的老闆給我一年一億 我四十 我四十八小時不要關注 你就是站在旁邊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說要看事情的合理程度 跟這個人到底得到什麼樣的回報 他的重要性 因為我如果找不到你 而這個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決策 找不到你而無法下決策 可能造成很大的損失 嗯 所以那個開機就必然了 嗯 那 反正 一個願打一個願愛 你要做這個事情 我這樣要求你要才來嘛 對 那你在書裡面有提到說 郭台銘的公事包是很難的功課 哈哈哈哈 其實這是一個好笑的 我覺得是有有趣的事情 因為他以前很喜歡批公文嘛 現在也還是很喜歡 那以前公文很多 他愛批公文啊 他因為他所有的事情都是用筆 具細密的寫 所以有時候公文大家寫三百字 他可以在上面批一千字 哈哈哈哈 因為他會想很多以後 然後把他的想法一個字一個字寫下來 然後他還會在公文上面再去批說 那這整件事情還要再會誰會誰這樣 有點像以前那個 雍正有沒有 就很愛批 而且批很長這樣 他也是這樣 而且他是因為要在那個過程中 不斷在思考說 這個這個決策做的是否圓滿啊這樣 所以他其實真的很愛批公文 那因為他要批這麼多公文 所以他除了公事包 還會有一袋那個公文袋 就是全部都是裝千層啦 公文這樣 那因為 所以他在坐飛機的時候也在批公文 到處 就是他無論 因為他就找空檔就開始批公文這樣 然後他就非常非常的 以這個方式來管理 那但是因為公事包跟公文這種東西 就要有人拿著嘛 那一直要拿著的這件事 因為我就在書裡寫 因為我們的對接 因為鴻海的那個整個的非常的長 就是他的那個Level 1到Level 10 這整件事情涵蓋的範圍非常的大 比較不是一個垂直領域的產業 他是一個比較橫跨不同項目的產業 所以他每次出去 如果說跟別的集團做對接 或者跟別的人談生意 他就會方方面面 所以有的時候會冒出一些 跟原本的要談的項目沒關 所以他帶的人就會蠻多的 那帶的人多呢 就這些幕僚呢 就會先開始有人提公事包 一開始是大家都很熱衷要去提嘛 對不對 就多多少少 有能夠跟在老闆身邊 對對對 至少讓他看到我 熱衷嘛 但你提著提著呢 就接下來可能 欸就 就輪到你啊 有事要對接啊 跟對方啊 然後開始要討論什麼事情 那那個公事包要交給誰呢 就看到另外一個幕僚 可能就 欸那你就拿著老闆的公事包 這樣 那 就 就遇過幾次說 這樣留著留著 到最後大家回到辦公室 就來問說 到底公事包到哪裡去 哈哈 不曉得交到誰手上了 所以我就說 應該這麼講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那個 鴻海其實基本上是一個 從小工廠變成一個 世界最大的工廠也好 現在員工有超過一百萬吧 應該上上下下 不是說固定 但是重點在於說 這麼 這麼 這麼怎麼樣 這麼從小這樣 這樣不斷成長的公司 其實裡面的人 大部分都要 都要是個英雄好漢 對不對 你不太可能因為提個公事包 就能夠斬露頭角 所以你可能都要認真的向前去這樣 但是那個公事包的確感覺很重要 所以我只是在這裡面去描述了說 那個郭台銘有一句名言 叫做 人要有無需被提醒的自覺 那 不需要我提醒你就好自覺 自覺 那因為大家都會一直揣測說 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 那我剛好趁這一次寫了這個書 裡面有跟他相關的地方 我還是有貼給他看 不多 但是我貼給他看 他幫你寫訊 那還是給他看一下 畢年他覺得我講錯了 所以他這次有批註了 他就說因為我們以前大家都會自己猜 什麼叫做人需要無需被提醒的自覺 然後再批註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想要成長的話 你必須站在老闆的角度跟高度 去處理事情 看事情 解決事情 那這個叫做人需要被無需提醒自覺 但我個人聽完以後覺得蠻難達到的 很難啊 因為他為主的位階跟我們的位階 沒有而且他看的東西 我們有很大的資訊落差 對 他站在玉山看 他在那個聖母峰看事情 對 然後所以我在裡面 就大概也稍微描述一下說 那但是這幾年我還是對這個人 需要有這個無需被提醒的自覺 我有一些詮釋 那我也覺得說 如果我們照這個方式去做 也可能可以對自己日期有功了 聽說他走路很快 超快的 所以他每次我們都用趕的 然後而且他都不坐電梯 也不坐手扶梯都用跑的 所以 不坐電梯 對 那時候我們五樓 所以他爬那個樓梯啊 對就爬樓梯 然後像之前他是把那個樓 那個電梯全部鎖起來 不可以坐 他啊 對那時候他還在 就是洪海後來他就說 大家都要運動 不可以 就是全部把電梯鎖起來 沒有特殊理由 不可以坐電梯 哇 大家就用爬的 然後那個廠辦 一樓就是兩層樓的高 所以爬到他辦公室五樓 就是爬了十層樓 喔 那他真的自己爬 都自己爬 他沒有坐電梯啊 沒有 哇現在還這樣嗎 他現在也是啊 因爬他就是 對自己這方面的要求 是很嚴格的 嗯 lidt說 維持他自己的體力啊 精神啊 所以基本上 我就說 常常會想說 他爬什麼會累 他爬什麼會累的話 我們就比較好過一點 哈哈哈哈 他爬什麼也那麼姓關公啊 他 我沒有問過爬什麼欸 但是他就是 没有他也很姓媽祖 媽祖關公這 我覺得 對他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是真真正正的 不是那種只是拜神而已 他是把他當成一個很 就是這樣我們在哪一個廠區 就是買借工廠的時候 也是要把這邊的 就每一個全世界關公 就跟著他也去了好多地方 他常常帶著關公一起走嗎 沒有就是每一新的地方 都要走過去 有嗎走嗎 有在美國的威斯康辛州是有媽祖的 也有媽祖 但有些好像沒有媽祖 就有些是有關公 大部分關公都會去 是是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劉又彤小姐 他是永齡基金會的執行長 永齡基金會做醫療教育慈善 對 他的這個有一個size嗎 應該說 因為這個基金會是不接受外界捐款 就等於每一塊錢都是他自己 自己捐的 那我們每年大概先撇除醫療 因為醫療那個他是一個很大大型的捐助 除了捐助台大癌 我們還捐助了非常多像精英檢測 幫助一些病人做精準治療 對 那那個就是單獨的計劃 那如果說像慈善或者是教育的話 我們一年大概規模大概在3億到4億之間 哇那也不少啊 嗯好 那這個啊 又同他這個新書啊 是由遠流出版 人生赛道勇敢的事 也要勇敢的放弃 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教 谢谢 来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继续收听 《波多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刘又彤小姐 永宁基金会的执行长 那这个郭台鸣先生 找他来主持永宁基金会 那郭董他也选了总统 当时你是他发言人 我看你上进所有的节目 蛮特别的经历 以前大家不是那么认识 对 不太认识 上了电视之后 密集可能两三个月吧 对 因为就那段时间 就初选再加上后来 因为又算不算歹气脱跑 没有啦 不能这样说 不能这样说 对对对 反正就是说 增添的那个过程 大家很多的趣味性 对啊 丰富性 那会不会出去 大家都认识你了 也没有啦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 当然比较会 但是我觉得结束了 我觉得大家就是会 也就 归于一个还蛮平淡的状态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大家现在台湾对民主 这件事情是非常自然的 就是Action的时候 大家都很群情激愤 然后Action完 大家就可以马上就回归 就是市农工商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棒 那对于成为一个这么有名的人 然后又是郭台铭先生的意识形态 然后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 后遗症啊 我觉得基本上我是认同他想法 才帮忙做这件事 虽然不见得说选总统这个事情 是不是我们可以认同 我觉得我们的成绩也没有到 可不可以认同啦 但是我觉得至少他当时提出了一些理念想法 或者对国家的看法 对于国家该怎么发展的看法 那我觉得我是认同的 但是我觉得我比较 那时候比较忧心的说 我常常跟他讲说 老板我们现在不是做总统 我们现在是要选总统 所以可能我们不能一直在家里谈治国方略 我们要出门去竞选 所以这个跟经营企业有点不太一样 经营企业的概念叫做说 你画出一个五年十年蓝图 那你大概就用那张蓝图就走遍天下 但是调整也就是中间战术的差别 但选举不太一样 选举其实是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工房 然后各种的就是需要跟人家来往 那我觉得跟企业经营是不一样 他选后的心情怎么样 我觉得因为说实在 我不能讲说他心情怎么样 因为他看起来都很持平 那如果你要就我个人的观察的话 我觉得他经过这一次的选举 我觉得他整个的个性 跟他对很多事情的态度是有蛮大的改变 怎么说 我觉得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 郭台铭或者郭董一定见多世光 那的确我觉得他见多世光 但是因为他见的都是云端级的人物 然后还有就是他40年来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在公司跟家里 因为他其实也没什么娱乐 然后最多就是 真的吗没什么娱乐 他也没有 可能大家也没有听过什么 他会买车买表还是买股东 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的每天想的就是 怎么样再把事业搞大一点 所以他基本上40年 大概就是在公司 虽然飞骗全世界 但是其实我觉得 他对于一般的 世间的事物接触的那种经验值是不多的 那所以他可能有一些 对这世界的看法跟想象 但是跟他实际进入那个叫做 选举场的时候 因为你会非常的到很多 你可能过去真的不太会去的地方 也没有机会去接触的地方 那我觉得他本来就是 一个还蛮感性的人 就是说你知道这种 这种白手起家的创业家 大部分都不是完全那种管理脑 就是他还会是有比较感性那一面 我觉得是有大量的启发 他这部分的感受 那我觉得他也就在那段时间 留下了非常多的照片 经历 可能有接轨他的孩童 或者少年 或者青年时期的经验 因为他到了他发迹以后 可能就整个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啦 就是以外人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是丰富了他的人生 那以观察他的状态来讲 我觉得有些事情 他就觉得没那么理所当然了 就是说我觉得他有更能够体会 就是他以前做慈善 可能就是他心情觉得回馈 但是他可能现在做一些事情 他会觉得他真的看过那些状况 他还想选吗 他没有跟我们提过这件事 但是他会一直强调说 其实政治是一种选择 但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那就是不选了 我可能没有办法在这时候 帮他回答这种问题 因为老婆也不允许他选了 他老婆是更不是我能过问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基本上 你知道就是他是一个理想性 其实我觉得是蛮高的人 那你说就算没有走上这个路线 我觉得他对于中美台这种关系 或者国际情势 依旧有高度的关心 他在中国有那么大的事业设厂 那他在威斯康辛 好像也有一个投资 他会跟你们谈这些事情吗 国际情势的演变吗 会啊会啊 因为他其实 他一直是一个比较总经概念的人 尤其我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人 他比较平常 当然因为这些所谓的接单啊 客户啊 这些事情都已经是 很多人可以负责的嘛 那我觉得他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运筹帷幄 看长远 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对于总经的角度 他是会很在意的 那至于说 我觉得在哪里的投资大小 并不影响他认为哪个 这个所谓的世界趋势的发展 因为其实那只是 你东西摆在哪里 就像是可能 这个东西需要 现在是全球在地化的概念嘛 以前是全球化 那现在就全球 但要在地化 那所以中国可以 但是印度可能也可以啊 那他们也布局中南美 就有很久了啊 所以其实对他来讲 我觉得并没有那么 一定说那个事情是因为 在那边有很多工厂 还是在那里 他就是要看说这个世界发展的方向 那他有谈到 他谈到美国 接下来 这样的 这样的情势的演变 有有 他那天就是这两天 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讲说 他最近觉得 就是中美的关系 其实进入了一个新的 一个阶段 所以他觉得 当然先前修斯 那个叫做 修斯里泽陷阱 对修斯里泽陷阱 他是已经讲过了 但是他现在呢 又又讲了另外一个 叫做萨缪尔森陷阱 这样 那他也觉得说 什么叫萨缪尔森陷阱 他说他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帮我们大家上课 你叫他来啦 他有点复杂 你叫他来啦 我访问他 所以他觉得说 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现在 就很多事情会发生嘛 就包括最近 新疆棉花的事情啊 也那个 那中国当然 因为内需很多 可以成为一个 自己的地方 但是有可能 某些行为 他就会让全世界 对他产生一种 就是排中的 那可能将来他 中国俄罗斯 就会变成一个 孤立的状态 那这也都不利于 因为我觉得他还是 蛮从商业判断的角度 他是不利于全球的经济 重新做一个整理 但是这就要看说 那企业家们或者是 这个所有的这些 因为现在科技基本上 他说 意思就是说 科技在贸易战 已经无法回头了 就是还会再更升温 这个大概是 我觉得他对 这件事情的 基本看法 但是如果要再深入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 我们就没有办法 急于他千分之一了 他有他的看法 对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刘又彤小姐 那又彤他 虽然主妇是 政治大学的校长 刘继宏 可是我看你的书里面 写到你在人生的闯荡里面 其实是很丰富的 谢谢宏怡哥用这个方式 我觉得基本上是用那种 求生存来信用 哈哈哈 我看你过去金马店 过去金马店 不过那不是真实的金马店 那是期货 地下期货 那当成期货不 不合法 对 不合法 所以你也不知道 那是地下期货公司 我就看了很多电脑 啊 老板就说 啊 你如果看有警察 你来打电脑 会有一个按钮 你再打电脑 问水关起来 对 问水关起来 这样 把铁门拉下来 我就心心想说 那你为什么要开在路边 就是那时候 我最大的疑惑 到现在我都没有解答 就是说 那既然这样 那干嘛要开在路边 因为哦 金马店你如果开在红队 那就更启人一度了 哦 突破盲藏哦 真的 对不对 就开在红队 金马店最顺别金马 不金马就是 肯定要让他看到了 哦 你如果是开在红队 就知道你是 你这是嫁于金马店 哦 真的 我们那时候开在 衡阳路的大马路上 那很贵 对不对 对 然后前面那个 哎 那个金子 柜子 小小一个 根本没有在卖什么东西 对 然后 那我就不懂 为什么地下期货要隐藏 比较不容易被抓了 因为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可能是这个道理 不过我相信 都应该都打点过了 对啊 所以我为什么要去顾那个 给警察抓的事情 不然但是偶尔脚都不够 哈哈哈 不过那已经很多年前的事 因为你看期货那时候都还不合法 对了解 那我意思就是说 又彤虽然是阿公是政大的校长 不过后来我看你有书里面写到家到中落 所以我看你的整个闯荡的生涯 考记者 副金马钢 创业 创业 然后跟许金龙做乐神科技 然后被踢出去 当年被踢出去的时候心里很痛苦 等到金龙被抓了以后 大家都来恭喜我 乐神科技就是后来 这个闹得很大 违约交割 连陈温倩都是股东那个公司 那我又交割 然后许金龙被羁押很久 现在好像交保了 现在交保 重金交保 那官司正在进行当中 那你怎么会走进那个公司 后来怎么会跑出来 等一下再继续请教你好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继续收听 《波多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刘又彤小姐 是永宁基金会的执行长 那也是郭台铭先生 他在选总统的时候的这个发言人 那大家就对他就很熟了 那刚刚讲到乐神科技 不过我想他已经过去是了 更正一下 就乐神科技的陈文倩小姐 是独立董事 当时他应该是说不是股东了 因为我有看到你里面写说 你有越来越来越糟糕的大头症 你那时候头有多大 超大的 因为我跟你讲 很多时候很多新创公司 你募到很多钱管了很多人 你就觉得你很成功 然后你很成功 你会开始觉得说 我讲的是对的 或者我做的事情是对的 那首当其冲 受害的就一定是你周遭的人 所以那时候我可能会用一些 很严厉的方式 或者非常不给人家留情面的方法 去教训 你知道那时候的团队的伙伴 那反正基本上就是 现在所有管理学书籍里面 写的那种王八蛋 自己都这样 所以如果你现在你的老板 是个王八蛋的话 你就不要太难过 因为他迟早有一天会写书 来忏悔他自己 那因为我看你在电视里面 组织过节目 然后还去帛琉 帛琉我们现在是开放泡泡流 再介绍一下 帛琉吗 帛琉因为我去的时候蛮早期 但是帛琉其实是钓鱼的天堂 因为它的那个自然景观非常的原始 然后呢污染很少 我是第一次在一个地方可以看到说 在港边呢 是清澈见底的海水 就是我们大概印象中就是在港边就是很黑啊 然后会有垃圾 但清澈见底的海水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多深的水啊 其实蛮深的 因为它就是海边 它不是一个好像湖啊 或者是溪流海边 但是竟然清澈见底 你就因为清澈你会觉得好像相对没有那么深 龙我插个话 因为我是去了欧洲 去了美国 去了新加坡 之后呢 然后我才发现说 我们的水比别人浑浊 因为我们会自然而然的以为 以为海就是这样 但其实不是的 才知道说环境 海是真的可以透明的 然后里面有很多热带鱼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帛琉真的是一个很漂亮很原始的地方 那那时候因为我是跟钓鱼团去的 所以钓鱼又会是再进去更里面的原始的地方 但是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说 帛琉的美食是什么 蝙蝠 蝙蝠汤 蝙蝠汤 所以我在那时候呢 有一次晚餐的时候 一打开锅子 我真的吃牙裂嘴 就看到一只蝙蝠蝠脸朝上的 躺在那个锅里面 还有两个翅膀 那个印象深刻 好吃吗 我不敢吃 因为整晚欧妈妈 那是怎么吃 所以我觉得 真的 然后那边其实奇花一种的那种东西也很多 然后最特别的是 可能现在没有了 当年呢 帛琉种非常多的大麻 是大麻的天堂 所以人家就讲说 关岛的大麻全部都是帛琉供应 如果那已经是很多年前 我不晓得现在的状况 所以那时候 不错的话 我觉得大麻在台湾是列为比较清几的毒品 可是在欧洲或者在美国有一些地方 其实大麻是合法的 对所以最近其实 每一次选举都会有人来提大麻合法化的一个事情 那又要用大麻植物这样的 那但是有趣的是 因为我们都会去那种很偏僻的乡下 所以就会看到整个阿桑啊 都坐在那楼边 你知道吗 我怎么说阿桑都坐在楼中要冲什么 你说 啊在寿大麻 哈哈哈哈 所以其实是一个 真的哦 那舒缓身心啊 对就没有 那因为舒缓过头 所以坐在路中也 但是我觉得就是 其实是一个非常原始 很美丽的地方 所以帛琉其实 就是应该说当年的发展目标 就是希望成为下一个关岛 那他所以他也是一个环状开发的概念 就是围绕着岛的公路 然后他的饭店就通通盖在这个公路的旁边 等于说都有海景 这个就是他描 就是等于说描绘一个关岛 对对他的一个愿景 所以我觉得其实 现在因为开始有旅游泡泡嘛 听说第一团已经全部秒杀 你知道满了一定满的啦 忍太久了 对秒杀 那我看你书里面也写到说 你家到中落 所以后来因为奶奶带大的 吃尽苦头 也没有到吃尽苦头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 我的 我爷爷是在我高中的时候过世的 那所以他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关联性 因为他一过世我就被退学了 你是北一女的 对我就离开北一女了 那当然因为年轻的时候 也比较有很多不是很懂事的地方 那离开以后坦白讲 那大学当然也就考得不是很好 那因为过世了嘛 所以我的父母亲其实也很早就离异了 所以我就那时候 你几岁算 就很小的时候离婚 然后有一些来来往往的过程 那中间我可能跟奶奶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可能又跟我妈又住了一段时间 反正就有点起起伏伏这样子 那到最后的状况是我就跟我奶奶一起住了 大概其实状况是这样 所以事实上也不能算说我完全都自己 因为我奶奶也算是辟应我的人 就是说这么就是一直照顾着我这个不长性的孙女 那所以我跟我奶奶感情是很好的 所以那是消防期阿嬷会哭 哭会哭会哭 而且就是会觉得说 那时候如果能够再懂事一点 或许会有更多可以跟老人家在一起的互动 你会觉得你的人生的闯荡很丰富 我就在想说写书的时候的初衷 因为我就常常碰到很多朋友 就觉得说很茫然 就是没有一个很特定 就是好像似乎家里也没办法给太多的帮助 自己也好像没有真的学有专精 可以好像比过人家的 那或许每个人都有点特色 但那特色似乎也不足以 让你好像马上怎么样的做出什么一番事业 那可能做什么事情也都不顺 可能做了又被人家赶出去 还是说合伙也会有一些事情 然后可能找工作也不是那么顺利 其实就周遭有很多这样子的朋友 那我就在想说 大家可能常常问的意思就是说 你那么好 你不会知道我们的想法 我心里想说我哪有那么好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过程 然后最重要的是说 我把很多我觉得可以用的方法写下来 那我是用这样的方法度过 我觉得每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 或者是说我觉得 我对自己产生很大的怀疑 或者世界产生很大怀疑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克服的 那中间当然我刚刚也有 节目还没开始 就先感谢宏一哥说 当年我们在养虾的时候 幸好他们节目还采访了我们 不然的话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节目采访 早就不知道 就种在后山上面 就没有今天 所以每一个关卡 其实就是在自己的努力下 又有可能得到别人的PE 那真的也没有办法召集 他就这样一步一步 好 节目剩下很短的时间 请教你 就是你多久要跟郭先生开一次会 或者跟他报告 其实蛮长时间的 蛮长的 对因为他主要的 不管是过去现在 然后他的主要重心还是都以事业为主 那我们的事情会比较是属于 他有空的时候就会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进度这样 所以其实我也会需要常常的在心里整理说 可能我在遇到他的时候 或者他临时找我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最近有一些整理的事情跟他讲 你有没有问他说 他那么多钱怎么花 不会 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常常讲 就等他死的那一天 他就要把钱全部花光 怎么可能 他说的 他说因为他花光 才对这个世界有意义 他并没有要把他带到棺材里 所以因为我跟守正也很好 然后我就常 过守正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看你爸都要 没有要把钱 挑拨你的挑拨 挑拨离间 听说他对员工 都很大方 听说你月薪都一百万 其实 搞不好我讲低了 没有没有 应该这么讲 就当时他是跟我讲说 反正我预算都批给你 自己爱给自己多少薪水 给自己爱多少薪水 但是我的想法是说 因为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不太能够用金钱衡量 所以我就领了一个非常少的钱 这样 然后 这是实话啦 但是其实老板还是蛮照顾我的 虽然他知道我自己没有 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他会每年 就是会照顾我一些 等于说他觉得说 依我当年度表现 另外包 对对对 所以应该说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红包 应该说我没有一个 好像说大家想象的说 因为我还是把这件事情当成 慈善的一个任务 然后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自己去定义 我自己的价格的话 那多了 我觉得似乎人家也会觉得说 哇原来你的想法是这样 那少了 我又觉得 我似乎也不是一个 也要生活啊 不是少了的意思就是说 我好像不应该把自己定价成 这么的廉价 所以我会觉得说 好难哦 你写个一百万吧 所以我就决定领最低工资 没有 就是其实就是 就是我的想法 这个老板很高竿 你自己写 你看他是不是很厉害 而且他其实就是很会看人啊 他就知道说 我这种人的个性是怎样 你不好意思写太阳那个 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永龄基金会的执行长 刘又彤小姐啊 他的新书 人生赛道勇敢是 也要勇敢放弃 谢谢宏一哥 好那我们今天 因为时间的关系感谢你 谢谢 谢谢宏一哥 谢谢大家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